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看了 為什麼每隔小時都要關心這個大小姐 因為她實在有太多太多 又在騙我們了 來看看還在騙喔 蔡總統說她蓋社會住宅 但是是灌水 而且她的任內詐騙案激增 不只是詐騙案 現在那個恐嚇的信件都抓不到 我也不知道到底這個 搞了一個觸發部到底是要幹什麼 好 來 我們看看這個蔡總統她講了什麼呢 她說居住正義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那你那個時候上任的時候 不是說你會實現嗎 結果現在變成還有很相當長的路要走 那這樣你真的很傷我們的心 那七年你是白走了嗎 那她也說了這個興建社會住宅包租貸管 目標是20萬戶 但是還有12萬戶興建中 所以你只做了8萬戶嗎 台灣市長張善政就說了 第八年才來趕工 這什麼叫做虛職光陰 就像我剛剛講 那你前七年走的也太慢了吧 難道你要在最後一年把它補回來嗎 時事評論員我們的這個庶民車長 張宇軒就說了 他說首先第一個 蔡英文在回答社會住宅議題的時候 創下史上最多回答 呃 啊 呃 啊 我剛剛看到很多人也在 好像在笑他今天在回答問題的時候 一直呃 啊 啊 這樣子 真是創下他的新高峰了 另外第二點就是 20萬戶的社會住宅 中央只完工了2907戶 其他都是地方自己完成的 有15520戶 有高達12400戶是雙北市 意思就是他在收割地方的政績 而且重點是人家雙北 也都不是你民進黨執政啊 你好意思講 規劃跟興建中的灌水 進去也不到12萬戶 另外再第三點就是 當台積電的這個系頓 逐漸被他國掏空的時候 轉而投資美日 歐洲 甚至大陸設廠 卻還能夠將高科技 無可取代的地位 拿來當作他今天的政績 硬拗到他國設廠 是要刺激人才的交流 張宇軒真的看不下去 他說這個缺失跟過錯 還說成政績 真的大小姐 真的讓人太驚訝了 同時大家還記得嗎 5月5號的時候 說要成立一個打炸專案辦公室 又來了 又是一個類似國家對戰的概念 但是到底打了多少炸呢 很多人說民進黨 自己就是一個詐騙集團 根據警政統計 2018年蔡英文執政的時期 詐騙案件數是有2.3萬件 之後一路攀升不再下降 昏倒 2022年已經飆到了 29509件 執政7年 詐騙案的增加幅度 超過了26% 其實我也差點被詐騙過 立委賴斯堡就說 從學術詐騙到金融詐騙 詐騙案就是最新盛的一個產業了啦 學術詐騙就是因為 他們不是有很多都是寫假論文嗎 那特別是這個陳歐珀最近跟那個IMB 有扯上關係了 所以游書惠也說 他說你看陳歐珀連來連去 他的關係 他的朋友跟詐騙集團 就是都可以連得起來 而且詐騙集團都喜歡結交 民進黨的權貴 民進黨的排黑 不排騙嗎 不能暴力取材 但是可以行騙獲利嗎 這是游書惠的質疑 因為這個排黑嘛 就是這個賴清德 他當主席之後 有沒有排黑 把那個叫台南市場叫起來 跟他道歉 結果現在你有要叫陳歐珀站起來 跟大家道歉嗎 好來 這個網友說 給了你八年了 說明一下什麼變好了 其實還不到八年 但是有沒有變好 感覺好像是沒有 似乎是只打造了一個詐騙王國 然後還有這個網友說 這是完全執政七年 然後還在期盼要重新定義 走私跟缺電 所以我們的執政 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他的執政 完全執政的七年 竟然是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所以真的 接下來明年的總統 真的要換人做做看 再這樣下去不得了了 那其實現在很多人 當然在爭取啦 包括國民黨是有侯友宜 民眾黨的主席柯文哲 一早也在淡水宣布 他要叫做2024的總統大位 他對於蔡政府七年來的執政成績 這個柯P也開炮了 說從民生問題到兩岸外交 他怒嗆民進黨的政黨利益 已經超越了國家利益 完全沒有給年輕人機會 所以這是他決定要站出來的原因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520這天來到淡水 正式宣布參與2024總統大選 提到民進黨七年來的執政成績 柯文哲重炮狂轟 蔡英文說和平是兩岸唯一選項 但民進黨卻狂喊抗中保台 如今台海兵凶戰危 柯文哲直接怒嗆 蔡總統高喊执政團隊懂得反省 但面對青年低薪 年輕人買不起房 網友炸鍋 大官們只會講風涼話 我們說環形改進 只有環形沒有改進是沒有用的 立委 常說現在的年輕人 叫事不亦沒有 找不到好的工作 買不起房子 然後不敢結婚 生不起小孩 不過最重要的是沒有希望 柯文哲批評蔡政府 沒有給年輕人機會 是他們站出來的原因 520這天 藍白總統候選人 粉頭開炮 演小微四起 飾演下架民進黨 正式啟動2024選戰 藉由黃明君 乘管於SNG小組新北報導 好 回過頭來 我們繼續還是要來看 這個民進黨 難道是排黑 不排騙嗎 立委陳歐破 捲進了IMB的詐騙集團案 他還把它說成IBM 然後呢 現在又疑似有兩名綠營大佬 參與在其中 其中牽線的是 陳歐破聲稱的 陳姓友人 應該就是曾經擔任這個 何望聯合實業董事長的 陳振修 而這位陳振修 根據公司登記資料 是富康生醫的董事長 IMB吸金案的主嫌 曾國偉 是這家公司的總經理 同時呢 他也是這個 環宇資通公司的負責人 而這個曾國偉的爸爸 曾明祥呢 才是大股東 哇 總之連來連去 怎麼看起來 就是騙 就騙來騙去 這些公司 好像都是這些人 所以呢 游詩惠才會在臉書上面 PO文說 陳歐破的朋友們 連來連去 好像都跟詐騙 吸金集團有關係啊 難道這些詐騙集團 是特別喜歡 跟民進黨的權貴交朋友嗎 特別是這個鄭文燦 他從出入88會館 到IMB的吸金案主錢 他都有往來 所以這個 淑慧也質疑說 難道是詐騙集團 覺得這個胖周瑜比較好騙嗎 還是他有特殊的交友圈呢 那陳歐破現在呢 跟詐騙集團不但有交往 還接受了贊助 等於他也是一個 詐騙利益的得利者啊 所以他就要問賴清德了 你還要繼續提名他嗎 還要繼續挺他嗎 那當時你發布的這個 非常大器的 這個所謂排黑條款 那 那不就是自己打臉嗎 那針對這件事情呢 歷史哥也是大俠功 他覺得說 歷史哥說 整個IMB牽扯到民進黨 完全就是一個集體犯罪 反正他現在也很堅持嘛 他說世人不明交友不慎嘛 那如果有抓到 他有這個利益就退選 廢話怎麼可能抓得到呢 IMB在玩什麼 IMB直白的講玩兩種 一種叫吸金一種叫洗錢嘛 那我今天我覺得背後最可惡的是什麼 民進黨的政府放任這件事情 爆發跟發生啊 今年第五年過 五年過去了 IMB炸的 沒有一個主管機關啊 這不是代政什麼是代政 就這麼荒唐 就這麼荒唐 蔡英文你還好一直死皮賴眼 在那邊七年在那邊報告 你七年報告你敢提這個IMB IMB吸這麼多錢 然後跟你現在所有你民進黨 這麼多你民進黨的黨員 是掛鉤如此之聲 先別講陳歐破 我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只罵陳歐破 這一局民進黨又拖過去了 這是一個民進黨的集體性的犯罪 它是一個綿密的網絡 而且他們踢皮球 這麼多人受害 到現在蔡英文講過一句話嗎 不是很會立法 所以今天這個案子 其實問題嚴重在哪裡 他是完全無法可管 也沒有主管機關 現在就講說是金管會 但問題是金管會裡面那些老骨頭 他們根本對這些所謂的數位 數位平台 他們完全不了解 我要跟大家提出一個警告 就是說現在大家的身家 出事是不可能追壞 IMB這個事情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政府根本就是 完全不監管這個 為什麼 因為後面 他找的 他綁的是誰 陳歐破 他綁的是誰 民進黨這一大堆的人 未來的 民進黨一類的 無本人 也在 二類的 參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